字幕提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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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我要介紹一齣特別的戲劇 叫做《俯承新定歲月夜光蟲傳奇》 他是我們橄欖夜劇團之前與台南的大唐民族舞團 合作畫界的一個戲劇乘以舞蹈的演出 那我在這當中是擔任編劇還有導演的角色 那先來講講編劇 他是一個,這故事本身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 叫做《蘊河悲喜曲》的故事 而成的 那本來的原創故事裡面就是一對男女 他們彼此愛著對方 後來男生破產了 那女生要被迫嫁給別人 於是他們私奔到蘊河旁邊 那這個事件上面很有名 就是兩個人手上綁著紅線 一起跳入蘊河裡面 那聽起來是非常悲傷的故事 我就在想 有沒有可能 我們給他做一個新的詮釋 讓他除了悲傷之外 還可以有其他的感受 於是我們下足了功夫 然後查了很多台南的資料 發現 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其實台南的蘊河發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 台南蘊河竟然會發光 欸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的人都非常的害怕 想說會不會是七七四變的這個鬼魂啊 然後在這個蘊河裡面 後來科學家還證明說 其實是裡面有那種很小的那種微生物 夜光蟲有很多在河裡面 所以說當有東西刺激到河裡的時候 蘊河會發光成一片 我想說這件事情也太浪漫了吧 如果說這一對男女 他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就在這個蘊河的前面 發現蘊河在祝福他們 他們會不會覺得他們彼此更堅信對方 是自己這個一生的伴侶 以至於他們後來 男生破產 女生被破嫁給別人的時候 他們是不能接受的 那我們後來就設定了一個橋段 就是兩個人私奔 私奔私奔找著彼此 找了好久 後來在這個蘊河的前面看到了彼此 這個時候蘊河竟然也為他們發光 裝成一片 於是兩個人就帶著笑容 把彼此的手綁起來 慢慢的沒入蘊河之中 那我們給這個故事 來了一個新的詮釋 那這次很特別的是 這個故事它是一個很有劇情張力 又必須透過畫面 很多的畫面去讓觀眾感受到 當中力量的一個作品 如果說它只有台詞講獨白或演出來的話 好像少了一些美感 但是如果說只有跳舞的話 好像有感覺不到那個戲劇的張力 所以說我們才選擇跟大唐民族舞團 我們合作去用出這齣戲 那這當中當然也透過 因為跨領域嘛 隔行路隔山 我們的演員都 一開始都不是很會跳舞 那他們的這個舞者 面對要講話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很尷尬 於是這當中就需要透過很多的溝通 給他們很多的信心 還要上表演課 那我們的演員也要上一點點舞蹈課 當中有一些穿插之道 演員在裡面有一些很可愛的小舞蹈片段 演員是可以參與其中 然後再跑出來的 那在這個舞蹈方面 我們不會全部從頭跳舞跳到尾 有時候他們會有一些寫實的動作 沒有聲音的 但是透過很清楚的寫實的動作 然後一點點身體的線條 然後再進入到舞蹈的成分 那發現這個形式在這些舞者身上 看起來是很舒服的 然後我們又做了一個 後來溝通做了一個非常有效的一個詮釋方法 就是這個故事本身是一個奶奶 在講給她的小孫女們聽的 所以說在奶奶講故事的時候 跟小孫女的互動是現代的事情 我們都是用講話的方式 戲劇的方式來呈現 當奶奶的回憶進入到她很美的那個年代 那我們就是透過舞者的 類似雅劇的演出 然後還有舞蹈的形式去融合 那當中所有的情感 都透過非常好看的舞蹈 然後把它編排而成 所以說這一次的這個 合作的這個經驗也讓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面對跨界 你可以做到自己本身 領域裡面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說有些劇本啊 很適合跟舞蹈結合 那我們就會有一些合作的機會 那我也享受在其中 謝謝大家